燒賊別人的父親 這古代是不可能會發生 因為古代是一般人往生都放在自己的大天 等出病的時候才入關入練 把他排出去土葬 那現在因為徐代變遷文明 大家都住公益基督 所以人往生都會放在殯儀館的停輸間 那一般都是委任專業人數來處理 那如今發生 葬儀社人員推測別人父親把人家燒掉 這是對往生者及家屬情何與康 這是傷心在家傷心 這是等於從業人員就是專業人員 拿人錢財替人家消災 這等於就是怒犯天條 掏天大罪 建議當事者一定要去取得往生者的原諒之外 還有家屬 那最好是下跪 刑善 花仲術刑善 回向功德給往生者 以來撫平家屬的心靈 趕快往生走 因為通常人有三魂七魄 那靈魂 截魂 生魂 那人往生就是生魂沒有了 就是沒有竹節 就生魂就不再換 就剩下結魂跟靈魂合體 所以我們人往生後一再拜 就是拜靈魂與結魂 所以一定往這個業者 一定要去取得往生者的原諒 就是最好下跪 把他報告懺悔 花心力願 行善回向功德給這個家屬 以及這個往生者 以求心與上 人生 人根與靈魂的平安共處